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尸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1 5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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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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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集才介紹我,下一集Aber就會爆他小時候做些什麼,傷害你的事 都是的,扶婆婆過馬路那些,真是很壞 是的,然後想到馬路前,扶婆婆,扶她出馬路,扶不進來 今集我們會分開兩個環節,我會浪費幾分鐘時間,說一些榮少很喜歡做的運動 是幾分鐘夠的嗎?那些床上運動來的 不是,不是,跟毛有關,玩毛的東西 但問題是,之後會給阿豐哥說多一點關於小時候的練功夫的東西 練功夫的東西是好玩的 我先講到我的部分,先講到01 01這個大家看到榮少傻傻傻 即是得了獎 是的,拿了一個牌,什麼牌 什麼運動 這個是踢演的,踢演的 你看到後面才是竹演什麼頒獎典禮的 竹演什麼頒獎典禮的 挺難踢的,踢演 都難的 這麼高 筋不鬆,但跳力不好都很難打 要抹大個鼻子來看 是嗎? 是,去02 這個就是當日 榮少傻的對名叫徐喜 香港族演員賽 2015年的藍芝月祖桂冠 有什麼寓意?徐喜這個名字 是不是你改的 不是的,我本來有個朋友去改的 他的名字用了幾年 然後我才加入來 然後我都跟他說不如改名字 我不喜歡那個喜字,我喜歡那個褲字 不是,因為其實像是 譬如自己的女兒 改名字叫徐喜 不是的,我本來想個喜字 那個褲字 我想叫徐褲 好,回來先 其實踢演,竹演的名字 是任由你改的 總之不知多少字以內 然後我看到有個朋友 他踢演很厲害的 他的名字叫做 左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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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演 那是哪片呢? 哈哈哈哈 但當然了 竹演聯賽不會讓你搞這些事情 好笑的 好,去到03 當然了,拿獎盃 桂冠 好,看看榮少比賽時的壞樣 這個就是臨出場前 你看到我的腳 是 這張照片有幾件事想說的 第一件事 它是我們用踢演的專用鞋 Albert有沒有見過? 這個我自己沒有買 我見就見過 是呀,叫踏沙鞋 腳面是比較大的 另外呢 大一點之餘 還有鞋底是平一點 沒錯 變成我們叫做進攻的時候 或者叫做升演的時候 容易做一點 是呀 還有鞋底是不是很薄的? 也不是 它好像有一個橡皮的東西 你撕下去 好像叫做 又不算叫軟屬 但是很有彈力的那個 拍的東西 是咬地的 是呀 咬地的 好,去07 這個07 就是榮少去踢演的時候 那個動作 那個壞樣 好 接著我們呢 可不可以一邊播創電影 一邊說話 這個可以的 好,好 好,這個就是那個Movie 那個我們 有些比賽片段 對呀 小小的比賽片段 其實說分多鐘都可以的 這裡呢 就是三雲一隊 要四腳之後升演 接著對方要踢過來 這邊呢 控演 接著有個移傳的升頭一 就踢下去 就是這樣 就是最基本的打法 對呀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進攻 的模式 對呀 其實榮少不是踢得特別厲害 香港有甲月丙組 榮少只是月組的人馬 甲組那些更恐怖 恐怖很多的 譬如第三腳就可以踢呀 等等 做一個我們叫做攻擊的動作 但是當然 很多人不太明白 突然以為好像龍少爺那樣 就當足球踢 不是的,你當是排球這樣 每一邊呢 就在自己的場區上 要做四腳 可以做四腳 對呀 哇,你下下剪輪都會中人 我都... 我一定成功一點 對呀 那些踢落網的人不讓大家看 這麼懶惰的人 對呀 這一段呢 早幾年前的聯賽 當然啦 看看出界 他就沒有分 我們也有分 二傳手 以及攻擊手 我就是負責做攻擊手 六號仔 這個呢 是我的隊友 他最厲害的難忘 對呀 對呀 是又踢不是又踢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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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可以回來的 好 對呀 可以回來了 好 其實踢演這個運動 在香港並不普遍 但是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便宜的運動 你拿著個演員幾蚊雞 可以在家玩又可以 可以在家玩又可以 可以玩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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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阿伯都可以 老少咸二的運動 是的 現在康民署裏面呢 那些羽毛球場呢 其實只有兩個用途而已 除了打羽毛球 就是踢演了 所以呢 不是每個人可以踢的 只有九成可以踢 九成的場地可以踢演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租場地去踢演 挺好玩的 是啊 總之落到你場區 一個人可以連續踢兩腳 總之四腳之內就要踢對面 例如排球一樣 可以難忘可以成 挺好玩的 挺刺激的 好 去到05 我看看隊友的樣子 當日的隊友 這些就是我隨喜的隊友 很開心 其實這張照片我想給大家看看 左手邊的那個叔叔 那個叔叔聲顯得很厲害 那個已經65歲 同一個隊友是厲害人 聲顯得很準 很準 很準 剛才聲給你那幾下是不是他來的 不是他來的 另外一個來的 我旁邊的那個來的 阿溜哥哥來的 阿溜哥哥來的 但是這個叫輝哥 戴姆這個 雖然他這個年紀 但問題是很熱衷於這個踢院運動的 所以我很喜歡和他一起練習 我在外國見過一些視頻 外國是有一些叫踢騰球的 那些更加變態 馬來西亞和泰國 泰國和馬來西亞的踢騰運動 哇 神經病 他們的動作是快到不止人類的動作 神經病 但是在騰球呢 我先回到來 騰球和踢演的那個技術 那個叫做規則 是接近的 但是騰球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高速圓形的 還有碼是低一點 還有速度更快 速度是快到呢 但是很多 所以踢演是易學難精 騰球是難學難精 就是控到那個球已經很難 等於我們呢 經常有人說 你踢演很厲害 我就打一下聯賽 那些人第二句問 就是普通人不認識那些 你平時踢多少都走不下地 通常我們就會想 已經不是這個level來的 我說上得越早的 基本上控百多次都沒有問題 那你不太厲害 不太厲害 幾千下都沒有問題 不過呢 下數比速是有時間規定的 是的 假設你一分鐘之後 你控到多少下 這樣才是那個技術 所以高的高 不能踢得很高 沒錯 很矮的 很密的 很密的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踢演的遊戲 但是踢得高呢 都有一個問題的 我曾經呢 都去跟聯賽的人 都交過手 他呢 就直接指明說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你搖高演的 這樣 我第一次聽 第一次聽這個term 搖高演的意思就是 因為一個踢得很高的話 跌下來那一下 其實因為速度很快 越跌得低越快 你就開始害怕的 因為潛意識 你會覺得很快 跌下來你會開始避 所以聲演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規定的 有一個水準的 就是希望聲樂演 不要高過5米 我們看1.6米高 就是比一個網 可能高2至3米 這樣算數 因為你升得越高的話呢 有另一個問題 發生滴滴下來很快 你踢演過後 你撐不住腳 是的 第二樣東西呢 你太高的話呢 對面有很多時間 準備做難網 是 是不是 再加上一件事呢 就是你看太高的話呢 第三個不好處呢 就是 當你 你這麼高的時候 那 除非你那個踢演速度是很高 如果不是的話呢 很多時候呢 你拍不準的話 你打的方向都 不是那麼容易打到的 就是不容易打到的 你是很難控制那個 那個 這樣說吧 其實如果你不是因為高演 你有個安排說 我故意的 的話呢 其實你越高呢 其實是自己 自己俗從的 是不是 其實就是 你技術不夠 你如果技術夠的話 其實好像 羽毛球那樣 你越貼網 是越好 所以剛才你看到 我剛剛那段片 其實我們是升得不太高的 是 你越來的四米左右 就是十多尺 就打過 因為我不想給他 太多時間做準備 是的 好 我講完踢演了 又到風哥講一講你的經歷 好 他去風哥那裡 B01 是的 這個是學生去打比賽 是的 他都挺厲害的 這個學生呢 就今年打 2018年的 泰拳半軍賽 是紅色那個 紅色那個 贏那個 不如說說 你現在是泰拳理事會 的姿勢先 泰拳理事會 沒有什麼的 都是教練 裁判 高級教練 高級教練 就是我的師父 就是高級教練 那師父是誰 我的師父 我師父是鮮林毓 那鮮林毓是 跟泰拳理事會有什麼關係 金屆威水了 師父 做泰拳理事會的主席 是 第九屆 是 好 我們去A05 這張照片還有少少東西看 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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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 其實這個 不是沒有帶頭套打的 有帶頭套的 有帶頭套打 有帶拳套打 都打到這樣 那你知道那個年輕人的拳 拳套很重 很厲害 距離掌握得很好 因為我以為是 因為那個年輕人高他 大概 少少 因為越高 其實那個 越容易中到對方 因為一抽起 但是都要 掌握到那個距離 還有我想問一下 他們兩個年齡 是不是差很遠 右手邊的阿叔 右手邊的阿叔 應該是30歲左右 那你的學生呢 家長好像只有18歲 他剛好 應該打這個時候 是剛好17歲 對 差很遠 至少十幾年 為什麼要穿甲 因為他還未到18歲 十十歲以下的比賽 全部要穿甲 挺漂亮 他這兩年打連續 打贏了十次 一口氣打了十場 都贏了 都贏了 好厲害 好 我們去B05 我想看看你 你B05 是吧 B05 我做裁判 這裡可以說一下 這兩個拳手都好打的 那你見在 但是兩個都得了獎嗎 不是 應該一個贏一個輸 但是兩個都有 黑色褲那個就贏了 但是兩個都有牌 是的 通常比賽都是這樣的 鼓勵一下大家 哦 輸過都有牌 是的 鼓勵一下大家 那牌應該有分顏色的 安慰獎這樣 你講一下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就是我師叔 鄭家銘師叔 現在是KM Sports的監主 他年輕的時候很打的 他不是亂衝亂撞的拳手 有些拳手是沒有那麼好的技術 是很某的 撞過去 衝過去不斷跟你撞足三個彎 或者撞足五個彎 那家銘師叔就不是的 厲害的 又是進進退退的 你想打中他 或者他又不會衝過來跟你亂撞 其實他的西拳底都很厲害 他打得很好的 其實隔壁那個都打得很厲害 隔壁那個是阮文彭師傅 現在是志強 那個管主 是的 是的 那他年輕的時候 志強的西拳不錯 是的 他爸爸打西拳 是的 袁志強師傅 是的 他是他的兒子 他打得很好的 是的 我們去B0 看看吧 B03 看看吧 B03 是的 這是不是你的 這個是今屆東亞泰拳錶賽的隊員 為什麼我們有份去呢 其實我們沒有份出戰的 你見到左下角有我 然後加上 右下角 右下角 是的 那就有他們在 因為剛巧他們出去比賽之前 我們幫他們拍了一些宣傳片 是的 每一個拳手和教練和領隊都幫他們拍了一些片 就介紹每一位 他們出賽之前有什麼準備 稍後可以讓我們打開台 是的 都可以拍一下 我們看看B07 我看到你在這裡 B07 是的 你判剛才那個比賽 剛剛那個比賽 那就是判的 就是一些大型的比賽 我有興趣講一講這裡 哦 這個兒子 是的 所以為什麼你見人家 臉腫了呢 就是他的右手的鎚很重 是的 但是他又踢了他的大腿內側 但是他都習慣的了 我們打拳內腳 是不是叫炒芥蘭 好像 低一點就叫炒芥蘭 炒小腿那些位 哦 很B10 B10 是的 這個是 這個他出戰了 我們幫他預備 他應該打完一個彎回來 就是我們再 休息一下 他那個打法 幫他調整一下他的呼吸 等他再去打 B11 一邊講 一邊講 我們一邊這樣 這個就是打 這個打的時候 你見他已經不著甲了 這個應該是今年的相片 就是打到剛剛 18歲開始就可以不用著甲了 是 是 那麼 打回不著甲 但是他的手都要戴個護肘 基本上打比賽都是這樣 好 回來先 哇 時間這麼快 已經夠時間了 好 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繼續講 Hello 大家好 我們新一期的健康解馬 又出版了 今期我們會隨書副送 眼福靈 或者是老健 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就留意自己的樽身 記住 我們這一本書 在OK便利店 或者各大報攤都有售 那大家記住來買啦 MING PAO CANADA